那怎麼樣建立工作這個這個工作的一個表單前面我們做了蠻多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我們在上面按右鍵 新插入一個什麼 這個制定表單 插入一個制定表單 那這個表單的部分的話 看要不要修改名稱 如果不改的話 他預設叫User Phone 1 OK 那打開的話 我來看 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做法 原則上我已經先暫時做出來了 不過這個應該不會太難 跟前面他大概類似 我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在這邊找到什麼 應該是這一個吧 這個是標籤 把這個標籤的 點一下之後拖拉出一個範圍 那在裡面的話 輸入文字 文字部分的話請你修改什麼 這個屬性標籤還記得 Caption 把這個Caption稍微做個修改 裡面的內容文字就是 請選擇 排序方式 冒號 由 1的話由大到小 2的話由小到大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有個神奇的 神奇的 這個這個地方 什麼叫神奇的地方呢 就是說呢 常常 比如我字打上去之後對不對 那你們應該 直接把字打上去的話 基本上 應該會是這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應該是類似像這樣的狀狀態 就是說呢 他會是請選擇排序方式 冒號對不對 那通常 如果你要在這邊怎麼樣呢 讓他換行的話 換行 那一般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用按個 Enter 不過你會發現 在這裡按Enter 有沒有效 沒效 他不會理你 那你想說 那如果說像那個 你想說 Excel裡面呢 如果要強制Enter 是什麼 Auto加Enter 對不對 不過如果你這個地方用Auto加Enter 有沒有效 還是沒效 如果網頁的強制 換行是 Share加Enter 也是沒效 換行的方法 很多 那特別注意喔 在這裡如果說 你要強制讓他換行的話 其實這個我也試過很多方法 因為以前在那個寫VV層色裡面 一般書裡面都沒講 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做 後來我就try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我就想說不如這樣喔 我就把這裡面的字 怎麼樣 先在祭司本裡面先打好 打好之後的話 我就直接在祭司本裡面呢 把它Enter一下 就是在祭司本裡面Enter 然後呢 把祭司本裡面的這個資料呢 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呢 再到這裡面 重新再把它貼上去 貼上之後的話呢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他就換行了 所以呢用盡各種方法 後來發現喔 原來如果你以後 Label裡面的字 要換行的話 你就直接先在祭司本打好 先換行 用祭司本裡面的格式 他會複製那個換行 的那個後面應該有一些字元 在在後面 應該是 那個 Char10跟Char13 他有兩個字元 你是你看不到的 換行的符號 在後面 那因為你複製 祭司本裡面的東西 他後面的東西 也會跟著複製貼過去 OK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換行 我想 等一下各位可以試試看 再來的話呢 在底下呢 加入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 combo box combo box在哪裡 應該知道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